大社工业区降编为一种工业区可以减少污染风险 但是议员许慧玉指出此案已经延宕多年 希望市长陈其迈能够在保障员工和厂商权益之下 加速降编骑程 市长陈其迈达宣时表示 他的态度是支持降编 但目前还在内政部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当中 刚刚我们的陈市长也很明确的表示 他会遵照中央的一个规定来进行办理 那这个期程他也会来加速 来保障我们的人大工业区的员工的一个生计工作权 以及厂商的一些权益 陈市长表示工业区降编后厂商要调整制程 市府经发局和劳工局会介入协调 协助厂商转型也会与工会沟通 所以我们也会做好配套的一个措施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区域或者是所谓的专区 来让我们的产业能够再往前 市长进行转型 另外近年八月大赦人物大淹水 许议员要求市府加速改善排水问题 陈市长表示已经向中央争取相关补助 在市府预算通过之后将会进行相关工程 针对大赦中理很容易淹水 那因为这个时辰拖了很多年 那他陈市长也特别提到 他也向中央争取了一个十几亿的预算 也将这样的一个预算有列入明年的总预算当中 假如预算通过的话我们来处理 因为这个还是要有中央补助 我们也跟中央申请预算 人物大赦大淹水的问题 在城市长一上任就给予严格的考验 期待这笔治水预算能够对症下药 让淹水的问题能够逐一改善 居民不再忍受淹水之苦 记者李嘉隆 赖畅帮 高雄报道 他们的就业权 市市长本席要补充